Family 3 中广流行网 Every Saturday and Sunday 每个礼拜六 礼拜天下午五点到六点 一个小时的蒋公厨房 叮咚准时开张 Hello 大家好 我是佳寇 蒋伟文 7月3号了 今天是礼拜六 马上进入我们的蒋公周记 好了 现在我们这件疫情的关心 大家都宅在家里 宅在家里大家都是在煮菜 我想大家如果在follow我的FB的话 或是蒋公厨房的FB的话 常常看我分享我在家里煮食 就宅在家里一起煮这样子 当然一天通常要煮三餐 我通常只分享了一餐 其他一餐不管是早餐 或者甚至于是晚餐或中餐 我都会更简单一点 比如说做点三明治或做点沙拉 因为现在很热 可是真的不想在厨房里待 他们那么久 尤其如果你在厨房里烧煮过久 比如说炖个什么东西 或者烧个什么东西 卤个什么东西 这样你势必冷气就要开墙一点 因为真的是太热了 前一阵子因为没雨 下了几个大雨 让我心情变得 以前下那么大雨 心情变很差 可是那一阵子觉得心情变好了 因为天气就变得比较凉一点点 甚至于有时候我在厨房里做料理的时候 我这一阵子还蛮喜欢 就是说因为不想要再开瓦斯炉 因为会让我觉得特别闷热 所以我在煮饭的时候 毕竟我们宅在家里要吃饭 所以一定会煮饭 这个绝对逃不了的 所以在煮饭的时候 我发现你只要用电锅来做一些炊饭 也是蛮方便的 比如说你只要把一些食材切一切 比如说你只要决定 你今天要吃鸡肉还是猪肉还是牛肉 就把主要的肉类切一切腌制一下 比如用酱油或是用味噌 或是用鱼露腌制一下 加点糖这样 然后再切一些你喜欢的根筋类的蔬菜 比如说红萝卜白萝卜 或者什么山药也可以 或是马铃薯 甚至于是还有什么其他的 根筋类都可以切丝类 把它切丝这样子 然后甚至一些洋葱 或者是高丽菜 叶菜类 你喜欢高丽菜的话 比较带一些甜汁的叶菜类的 你都把它切一切 然后就可以跟刚刚煮食材 比如说我最近常做 我们家很喜欢吃鸡胸肉 不是鸡胸鸡腿肉 蒋富人特别爱吃鸡腿肉 所以去骨鸡腿肉 一定是在我们家的冷藏库 冷冻库都会有 切成丁以后抓点酱油 抓点糖 抓点香油 然后就跟一些红萝卜丝 或者是高丽菜 或者是一些菇类 一起拌一拌 然后就把它在煮饭的时候 跟生米一起放到电锅里面去 直接煮饭煮熟了 你日式类似这种炊饭类的 有肉有蔬菜也都完成了 这样的意思是说 你不用在厨房里开火 不用让厨房你的温度又增高 然后不用把冷气开更强 然后你就不会觉得那么热 然后也不会觉得说更耗电 你知道前一阵子 我们就是大家突然之间要节电 因为很多地方还甚至于要 等于是排修停电 一下这一区停电 一下那一区停电 就觉得我们用电量太大了 最一阵子就想说在家里 如果说没有那么热的话 你就不需要把冷气开那么强 如果冷气没开那么强的话 你也不会耗电耗那么多 其实最多时候 像我发现我家里面最温度最高的 旧式厨房 可能大家会觉得说 难道就是除了烹煮的方式 可以让自己节省能源一点 比如说像我刚刚讲的 把它丢电锅里 反正都要煮饭 那就一起把它煮一煮 等于是一次的用电 就可以把今天的料理 都把它做完的一个概念 除了这个以外 其实还有一些你意想不到 可以节约能源的方式 因为最近我们跟工研院 有一起做一个当我们宅在一起 就节电好事 这个我们是大概有三个礼拜的 一个四个礼拜的 我们大概会有四个礼拜的 跟工研院一起合作 每个礼拜六下午 大概五点钟 在我们讲公周记的时候 我会跟着工研院他所 跟我们分享一些节约的 用电的一些好事的一些方法 我在家里也可以试试看 然后跟大家分享 我的感觉是怎么样 像这一次当我们宅在一起 如何节约用电这种好事 工研院也有讲出 之前我没有想过的 比如说如果说我们买食材的时候 我们都是用当季的食材 其实你就已经在节约能源了 因为如果是用外地运来的食材 第一个他的运输的 这种能源的耗费 很多食材 他可能要冷冻柜运过来 那是不是就耗电了 就有很多耗能源 或者是远洋更长途的 比如说你不用当令 当季或者本地的食材 你用到国外的 国外很多食材 他可能运到台湾来的时候 甚至于有很多食材 台湾本来就有 可是你去买国外的 可能在价格上不一样 可是事实上 我们所消耗的能源 却是很多的 你可能想象说消耗能源 消耗他的电费 又不是消耗我们的电费 远洋运过来 那是他们的事情对不对 他们的能源 可是地球只有一个 这个能源就是我们大家的能源 对没错 可能不会影响到我们 现在节电的一个问题 但是他会增加我们的碳排费量 所以整体来说 像我的小朋友 Jackson和Layton 一个七岁一个五岁 他们最常挂在嘴边一件事 就是爸爸你知道吗 地球只有一个 我真希望跟他讲说地球只有一个 玩具也不要乱丢 但是好像跟这比较没有关系 他常常跟我讲说地球只有一个 我们一定要节约能源 现在小朋友教育都在这一点都教育的非常好 我常听到小朋友在把这件事挂到嘴边 无限中也影响了我 因为最主要前一阵子 我们台湾真的是很缺电 所以我们这一次蒋公厨房 特别又跟工研院做一个合作 希望在每个礼拜六下午五点钟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些节电的好事 好当我们宅在一起一起分享一些节电好事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 其实你的料理方式 像我刚刚讲用一锅的料理方式 可以节约能源 还有是你的选择食材的方式 你可以选择当季当令当地的食材 节约能源 节约我们的碳排量 这些你可能之前没有想过 可是你一个小小动作 在你选择上面一个不同的选择 就可以增加有很多节电的方式 节约我们地球的能源的方式 大家都来一起来试试看 让我们一起宅在一起节电好事 好不好 好了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 正融合feature 肖静腾的这一首 敬爱条款 听完这首歌 马上回到讲公厨房 FM03中广流行王 讲公厨房 We're back 我们回来了 我是佳寇 蒋伟文 第二段 第一个单元 讲公来说菜 好 这阵子大家都是防疫宅家组 就宅在家里面 然后每个人都骗成大厨了 精进自己的厨艺 那我在FB上也常分享 我最近在家里煮什么 这个好料 那有一道 我觉得说到大家的欢迎跟喜爱 然后我自己也觉得 在我这么多防疫宅家组的料理里面 我觉得这道真的是非常非常美味 又下饭 然后其实我做了两三次 我觉得真的很好吃 叫做白菜炖豆腐 因为我自己本身爱吃豆腐 然后我的大儿子 Jackson也非常喜欢吃 不管是煎豆腐 炖豆腐 烧豆腐 家常豆腐 只要豆腐他就很喜欢 然后因为白菜 这个炖豆腐 你想象的白菜那个甜 跟豆腐炖在一起 再加上一些 比如说五花肉的油脂 Oh my God 那个炖起来真的有够好吃 而且很简单 如果说你没有吃过白菜炖豆腐 你可以想象一下 有点像那个红烧狮子头里面 那个白菜 跟那个狮子头一起烧在一起 煮软了煮烂了 然后那个白菜那个甜 煮到汤子里面去 然后这个里面还加了一点粉丝 那种感觉 但是有时候在家里就很懒的捏狮子头 懒的捏那个肉丸子 所以我们就用红这个五花肉 把它切片 然后把它煎的这个油滋滋的 把它煎的恰恰的 然后用这个五花肉片 来代替原本的狮子头来炖白菜 真的很好吃 怎么做呢 你就家里有砂锅 我们先讲我家怎么做 就我有个大砂锅 如果没有砂锅 再跟你讲要怎么做 那我先取个大砂锅 然后里面先放点香油 然后把大白菜半颗 先把它切片 把它铺底 我就大白菜都没有处理 就洗干净 切片 把铺在砂锅的底部 这样子铺底 这样子 五花肉大概350克 把它切片 然后鸡蛋豆腐用到一盒 也切片 然后我会泡了一点虾米 然后再用这个红萝卜 大概切片 也是配个颜色 黑木耳大概两朵切片 配个颜色 葱白呢 切断 然后葱绿切花 然后姜把它切小丁 然后蒜把它切碎 然后辣椒两只去籽 切片 配个颜色 还有辣椒皮 那个香气 那热锅呢 先加两大匙油 把鸡蛋豆腐 先把它煎到两面都恰恰 鸡蛋豆腐是豆腐类里面 我觉得最好煎的 因为它是调味的 然后有蛋汁在上面 所以你只要油 不要放太少 那个煎的鸡蛋豆腐的诀窍 就是一开始用小火去煎它 最后呢 用开大火煎个10秒钟 它一下就上色了 两面把它煎好 把它放出来备用 放在哪里呢 放在刚刚那个砂锅的大白菜上面 你砂锅不是底部都铺了大白菜吗 把这个鸡蛋豆腐煎好了 铺在大白菜上面 然后刚刚那个平底锅 不是煎好鸡蛋豆腐吗 这里面都是鸡蛋豆腐的香气 这时候呢 如果油不 应该是油还是很够了 再加姜 蒜 葱白 辣椒 虾米 用这个锅子把它炒香 就用这个刚刚炒这个煎鸡蛋 这个豆腐的锅子 继续把这个辛香料把它爆香 连虾米都把它煎香 然后再加红萝卜丝 黑木耳 再略炒个20秒 然后就下调味料 蚝油 酱油 盐跟糖 先下去 然后先爆炒一下 先把蚝油跟酱油 那个酱香 把它炒出来 大概10秒钟左右 你可以闻到蚝油跟酱油的香气 你盐跟糖也下去了 然后这时候 你就可以加点绍兴酒 然后再加热水 大概400-500cc 把它煮滚 所以这里面呢 就是一些辛香料 然后还有这些 煎得很香的五花肉片 这五花肉片已经放大排汤上面了 这锅子里面是五花肉片跟鸡蛋豆腐的香 然后再加上辛香料的香 然后黑木耳跟那个红萝卜丝 然后还有就是蚝油酱香 然后再把热水进来 把它煮滚 把这些煮滚的汤汁淋在那个砂锅里面 就砂锅里面有 那个白菜铺底 上面有煎得很香的五花肉 然后直接把它淋在上面去 然后就把它煮滚这样子 煮滚了以后呢 上盖 就慢慢煮它 煮大概12分钟左右 然后开盖试一下味道 如果说还需要再调味的话 你可以加点盐 或者加点鱼露都可以 那这里面煮滚了以后就是 因为你鸡蛋豆腐已经煎得很香了 它煎得上面有点皱皱的 它上面有一些小小的破洞这样子 所以才皱巴巴的感觉 有带着焦涩 那这样子它在这个砂锅里面 炖煮的时候还会吸附这个 蚝油的这个这些味道 还有这个大白菜的甜 那这里面一直在炖煮 然后这里面有五花肉片 被你煎的那个油脂都出来 那个肉的那个咸甜 那个咸香啊 它甜的肉汁啊 都会被煮到这个豆腐里面去 这豆腐吃起来是非常的好吃 然后大白菜又被煮嫩了 然后这里面的那个汤汁 也挂在大白菜上面 真的非常棒 那如果你没有砂锅的话 那你就要怎么做呢 你很简单 就是说先把鸡蛋豆腐煎好 先把它取出来备用 那这锅子里面就把五花肉炒香 然后再把辛香料 葱姜蒜丢进去一起 跟五花肉一起炒 炒一炒以后呢 再把大白菜一起丢进去 一起炒 在锅子里面有五花肉片 煎得很香 有辛香料 非常香 然后再大白菜再略炒一下 这时候再加这个调味料 然后再加这个热水 再把刚刚煎好豆腐再放上来 然后这个锅子就上盖去煮它 这个方法就是不用砂锅 直接用你的炒锅 来炖煮这个白菜炖豆腐 这样吃也是非常好吃 其实这道菜 就是工序上有点复杂 就是说工序上不是说复杂 就是有一点程序要做 比如说先煎豆腐 先炒五花肉 先把辛香料爆香 把酱子把它炒出来 那只要一步一步做到了 最后炖煮出来的那个豆腐 跟那个白菜 真的超好吃 那如果汤汁够的时候 你还可以下一个粉丝 不管是宽粉丝 还是细粉丝 这一锅真的是 你会以为一大锅 可以吃两餐 我给你打赌 吃不到一餐 一下就吃完了 OK 我的经验是这样子 在家试试看 好了 休息一下 待会马上回到我们的 讲工厨房 FM03中广流行王讲工厨房 我们回来了 是的 我们今天要访问的特别来宾 上一次已经访问过他 甚至访问过他的时候 在疫情前 他出了一本挑战全国拌面的一本书 就教大家怎么在家里先拌面 就是因为大家很喜欢吃拌面 现在什么各式各样口味的干拌面都有 这位师傅就等于是那种揭穿魔术师的魔术一样 教大家做各式各样的拌面 自己在家做就好了 这次他又出了另外一本 这一本更厉害了 是更像现在市面上所有卖的这种的干拌面 这本叫做快吃快拌面 因为这本里面的食材会更少一点 注重在里面的酱汁 就是用一个酱汁跟一些面条拌在一起 就在家里很快速就可以吃了 他出这本书的时候 也没想到正好会碰到疫情 现在疫情期间 大家在家里购买一些生鲜食材 本来就不方便 但是你只要有面条跟一些酱料 就可以调出很好吃的干拌面了 我们来欢迎我们的洛敬和洛师傅 家伟文大家好 然后各位听众大家好 真的很高兴能够再次再上这个节目 洛师傅我们现在都是用电话连线 我们的所有的这个作者主厨 那洛师傅跟这个其他我们访问作者不太一样 因为洛师傅本身也是餐厅的经营者 我想这一次疫情除了宅在家里以外 这个餐厅经营应该是一大挑战 没错这次的疫情真的来得很突然 然后我们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先让员工在家自主管理两个礼拜 我们就先休息 因为如果你这样子疫情散发的很快之后 你在上班的期间 他会很容易就感染到 所以我们为了防疫 然后符合国家的三期的一个警戒 所以只好先歌痛 就是两个礼拜没上班 洛师傅现在你的餐厅 我知道你的餐厅在圆山饭店附近 是的 那个就是洛师 那个餐厅全名叫什么 洛师傅降位穿割菜 洛师傅降位穿割菜是不是 穿客菜 穿客菜 对 穿菜跟客家菜 穿客菜 洛师傅穿客菜 对不对 是的 对对对 那你说已经停了两个礼拜了是不是 是的 因为我看很多餐厅业者 甚至因为很多人可能觉得说 甚至有些他就甚至就不营业了 那可是这样的情况是不是 比如说你不营业以后 是不是会担心员工们会流失呢 这样子很难找人呢 这个时候应该找人是很方便的 可是我们为了照顾员工 我们在这个月初的时候 我们就复工了 因为我们防疫期间两个礼拜 然后他又延了两个礼拜 然后这次又延了两个礼拜 所以我们做一个调整 就是说我们用留所人员 那我们在餐厅里面就是有应对 就是我们有防疫套餐 那套餐有两个人的 三个人的 四个人的 六个人的套餐 然后我们都便宜在我们餐厅里面 都是八折的这个防疫套餐 可是虽然说大家餐厅 都会推出的防疫套餐 我真的很好奇 像洛师傅 就算有人是外带 或是防疫套餐这样 可是对整个餐厅的营运来讲 像你们现在的营收 是跟以前比起来大概是几% 现在已经降到差不多 差不多损失到75%到80% 所以现在是剩15%至15%而已 所以原则上也是要稍微苦撑 因为我们其实好讲 我们防疫套餐 虽然有套餐 可是也有一个防疫 因为我不做便当 我是用我们店里的特色的一些的内容 去做外带 然后我们外带的内容的里面的菜色 全部都是打酒色 用这样的方式去让客人 就是你想要吃罗斯福的菜的时候 你就可以在里面做单店 那当然你损失的那些是 我觉得就是你要稍微支持一下 就是这个月就是要稍微照顾员工一下 就是我们先跟他们做一个 就是用留守的方式 然后大家去上班 然后先把这个疫情度过了之后 到时候再努力的再马上回来 要不然真的很惨 对这一波真的是常听人讲说 这一波疫情是大家共体时间 就是以前可能大家做小生意的 或者说很多人他这个放无薪假 可是事实上很多经营者压力很大 对不对 对非常大 要扛的东西太多了 对啊 电租啊电费啊一大堆东西 经营者要扛的东西也很多 所以大家真的是要共体时间了 这个月如果一个月算起来要 六十万以上 嗯 如果你维持两个月的话是OK 如果三个月的话你看 没有什么开销 就是要这样的开销出去 真的 所以你开家电就是这样 那你看连锁店怎么办 对啊 这一言再言大家都很紧绷啊 对 可是这种疫情 如果你不控制下来 可能爆发的更严重 那你只好忍痛了 对 先暂时把防疫做好 然后我们里面的消毒 还有里面的清洁 都要做到位 还有个人的就是我们希望他们能够个人的就是防疫做的好 比如说筛钱啊 或者是做自己的防疫一定要做的够 好 那这个防疫我们大家一起加油 那今天这个师傅 这个自己餐厅有推出防疫餐 他自己出了这本书正好也变成防疫的一个盛典 就是快吃快拌面 没想到你出这本书是当时没想到碰到疫情 没有 没想到 那刚开始要出来的前一个礼拜的时候 我们正在筹划说要去到就是江伟文你这边做访问啊 然后什么都排好了 就没想到疫情一爆发的时候就只好用电访了 那其实我们不知道 对 那上不出来刚好疫情 大家可以看看这本书真的很方便 说实在在疫情前 我得到这个讯息要访问这本书的时候 我翻了一下 然后我觉得说这本书真的是 我当时的想法 是这本书 会不会两极化 喜欢的人很喜欢 不喜欢的人会觉得说 那他就是教大家怎么做个酱料 跟一些白煮面和在一起 这样子这么像这个快速拌面的感觉 真的会有人喜欢吗 就没想到现在疫情 大家很难买一些食材 生鲜食材都很麻烦 所以真的是家里只要有面条 和酱汁就可以做出好吃的干拌面了 是的 因为我们第一本书的时候 再加干拌面的这本书是用现做的面 就是一般传统市场你买现做的面 回来我喜欢吃面条的人 就可以制作酱汁去拌这个面 可是第二本书的时候 我们在家就是很快速的干拌面 我们用快速的酱 譬如说家里的冰箱 你守得的沙茶酱 什么维力杂酱 只要葱姜酱 还有什么葱烤酱 什么酱 还有什么烧烤酱 你都可以用 那烧烤酱 酱汁的东西是很咸的 那我们这本书就教你一个小秘诀 怎么在油脂上面制作油脂 怎么样在酱汁的调配当中 能够让它更美味 然后再过来就是它这次的面体就比较不一样 因为我们用的是干燥的面体 那它的存放可以存放很久 然后又方便又很好买 然后各大超市都可以买得到 所以这个用意就比较不一样 可是当我们拿到酱汁的时候 有的家庭主妇他会觉得说 各位听众也会觉得说 那我们怎样去办 很难办 因为它很咸嘛 那我们这一本就是有48种酱汁 不管是日式的 不管是韩式的 不管是一般我们所讲的西式的 还有我们中式的都有 我们去把它做一个变化 然后就是教大家在技巧性的一些的小变化当中 可以变得更精致更好吃 大家听到这边可能觉得好像很多 但是我觉得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待会回来就请做师傅示范一下 大家就很明白什么意思了 比如说这里面教大家用干的面条 比如说你们家有干的油面的面条 干的 然后配上每个人家里都会有的沙茶酱 加上你冰箱里面吃早餐的花生酱 你拿花生酱跟沙茶酱 跟这个干的面条 可以变出什么样的干拌面 待会就请洛师傅来教大家 家里大家都有沙茶酱 都有花生酱 待会教大家怎么办 好不好 马上回来别走开 FM03中广流行网 讲公厨房们回来了 是的 打开你的冰箱 拿出你的花生酱 对 就是那个抹吐司的花生酱 拿出你的沙茶酱 没错 就是沾火锅的沙茶酱 然后再随便取一包 这个这种干拌面 就是说那种干的面条 你要把它煮熟了 才能吃的面条 那种的 来做一道 花生沙茶酱拌面 怎么做 我们来问我们线上的 洛敬和洛师傅 洛师傅你好 你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韦文你好 是的 洛师傅这次出这本书 叫做快吃快拌面 用现成的调味料 就像我刚刚说的花生酱 沙茶酱 这种现成的调味料 就可以做出油香酱香 甚至素食或是异国风味的干拌面 是的 那我们用花生酱跟沙茶酱 怎么来拌面呢 洛师傅 其实一般我们在自用沙茶酱的时候 因为它有油脂 还有一些虾米跟它红葱的香 那因为我们会用这一道菜下去拌面的时候 我们有记得 我们去到屏东的时候 它有一个沙茶 就是那个牛肉 然后它牛肉里面 它就会加上一点点的花生 跟沙茶结合 所以我们就用这样的一个干燕性 那我们在加的时候就是我们用比例去抓 我们把它抓成 譬如说你喜欢吃比较 就是重的口味 你就是沙茶两汤匙 那有的会加一汤匙 然后我们那个 花生酱 花生酱就一汤匙 然后最主要是要把它拌开 拌开我们大部分都会用面粉水 那因为你在煮面刚好有那个水分 如果你会觉得说 我用面粉水有一点点就是 我不要用到面粉水 因为面粉水它在煮的当中 它会有掺杂一点面粉 它会有一定浓稠度 它其实它会更香的 那有的不喜欢 那我们就用什么 用矿泉水 那若师傅 我先稍微打断你一下 因为刚刚可能大家在听的时候觉得 哇沙茶酱味道已经很重了 花生酱又是果酱里面 味道也是很浓郁的一个东西 然后现在你加了 比如说两大匙沙茶酱 两大匙花生酱 那我看你这书上就写说 还会再加酱油 再加糖 再加香油 又加乌醋 把这些全都拌在一起 就觉得这个是一个 口味很重的一个酱汁 这样的酱汁 我们到底要怎么让它 跟面拌在一起 然后不会觉得说 太重太腻呢 对 那我们拌好这个酱汁之后 我们拌好这个酱汁 因为它会重合它的味道 然后整个会软化 它的味道会降轻 然后之后我们加上面水 譬如说我们加了一大匙的这样的重合酱 然后一大匙的重合酱 我们就要加一大匙的面粉水 然后这是我们汆烫的那个面粉的那个水分 要不然你就是加矿泉水 我刚才讲到加矿泉水 那它就稀释它的味道 那你在拌这个面的时候 它会产生就是清淡的一个味道 它会更加就是会降出它的那个味道的 我们讲就比较清爽的味道会跑出来 而且我觉得洛师傅这个厉害在于说 他除了加了这个面粉水 这本书还特别提到说 你要怎么让这么浓郁的酱 有清爽的味道 是你又切了洋葱丁 又切了葱花 又加了蒜末 这三样东西 新鲜的一些这个辛香料进去以后 它是不是也会淡化这种很浓郁 很稠的味道 对 它会把辛香料的味道 就是好像类似我们腌制烤肉的那个味道 它会把它盛放出来 然后之后它会更加的清爽 然后再加上我们刚才提到的面粉水之后 它拌起来其实味道它不会很浓郁的 因为你看到它的比例起来是很浓郁 可是因为它你要存放 一定要有我们讲的就是说 你这个可以先把一罐一罐一罐都把它兑好了 譬如说我想要一碗一碗一碗 都把它兑成一大碗 然后就是我喜欢拌面的时候 我都一煮我就可以吃了 那你这个时候就是很方便 你一汤匙上来你就可以拌了 那它可以放置一两个礼拜都没问题了 了解 所以大家就很了解这本书的 它这个运用的概念 就是它用现成的一些酱料 比如说沙茶酱花生酱 然后再加上一些干的面条 怎么做出这个好吃的干拌面 快速的 那比如说另外一个家里 可能都会有的一些这个酱料 比如说烤肉酱好了 我们中秋节拿来烤肉的烤肉酱 很多时候就剩半罐 我家就有两三种烤肉酱 有那种带辣的 有韩式烤肉酱 有台湾最传统的烤肉酱 你这本书也有一个烤肉酱拌面 是的 就想到把烤肉酱跟煮好的面拌在一起 这样吃起来好像没有特别好吃 到底要怎么才把它做好吃呢 洛师傅 因为烤肉酱它本身它肉的酱汁 是没有去烤肉的那个味道出来 没错 它只是一个酱 可是你就是可以加上一点点的绞肉 下去炒一下之后跟烤肉酱结合 那也有一种方式就是说 因为我这本书我是希望说 你用我们的矿泉水 能够用矿泉水跟油 譬如说你家里有橄榄油 或者是一般的我们的胡麻油 然后去把它做一个淡化水分 然后跟糖 然后带上一点点的酱味 然后去把这个味道酱清下来之后 你可以炒一点绞肉 跟这个酱汁结合在一起之后 它的烤肉的香气会更加的一层 所以洛师傅你意思是说 大家想象到烤肉酱 觉得好像拌面不会那么好吃 原因是因为你只用了烤肉酱 其实事实上你必须要让这个烤肉酱 再加一点其他的酱 就是我们可能想到说 烤肉酱味道已经够重了 可是你其实要背道而驰 你还要加点香油 还再加点米酒 还再加点其他的酱料进去 让它的味道变得不太一样 是不是 那变得更丰富 对它会更丰富 还有一点它会把那个烤肉酱的罐头的那个 我们讲的罐头的味道把它酱清 它会反而就是经过米酒的发酵 跟油脂的一些的香味 去把它带动出来不一样 那有的就觉得说 酱一定要炒过 有的喜欢加一点肉 那你就是用最简单的绞肉 把它炒好之后 就像类似我们煮肉酥粉一样 你放隔天放一个礼拜 它也要好吃 对 那有的喜欢吃炸酱的时候 有的放两三个礼拜 它也是好吃的 就是用这样的一个概念 你去做这样的一个酱 方便酱就是快速 那你用这样子去把它结合的时候 大家就有一个概念 这样子去做这个酱 那我们就是用现成的酱 去把它做一个调和 让您的味道属于自己喜欢的 然后又变得更清淡 然后也不会浪费你半罐的烤肉酱 所以说打个比方 因为我看这本书它形容 就是你可以用肉片 也可以用绞肉 比如说我们如果用绞肉的话 像洛师傅讲 先把它炒香 炒香以后 我们加这个烤肉酱 然后再加上米酒 再加上水 再加一点香油 然后把它炒得比较浓郁一点 然后在这里面 这个酱汁跟肉好了 因为肉去吸附这个酱汁以后 我们再加上一些洋葱丝 或者是一些高丽菜丝 跟红萝卜丝 一起再跟它炒一炒 因为锅子里面有这个酱料 锅子有热 一起把它炒一炒 就有点那种烤肉的味道会跑出来 然后稍微干以后 再跟你煮好的细白面拌在一起 它就变成烤肉酱的拌面 是不是这样 对 非常好吃 因为绞肉你的最爱 然后烤肉你刚好生饭罐 就可以做这一道菜 真的很方便 好 大家现在越来越了解 这本书是在做什么 这本书其实就是 大家有没有想过 比如说我们常在吃 比如说统一肉造面好了 我们总是觉得说 只是煮一碗统一肉造面 好像不够营养 所以我们在家里每个人都加点菇类 加点高丽菜 加点什么不同的东西进去 有人加豆腐 有人加蛋 都不太一样 这本书就是这个概念 就是用很简单的面条 可是若师傅教你用煮厨的方式 怎么去加这些配料 就不要乱加 有些酱它适合什么样的配料 有些酱它适合什么样的调味料 再给它多一种层次的味道 是这个意思吗 对不对 对 没错 所以这快吃快拌面 这里面就是教大家 怎么样让大家可以去变化 让你的面变更丰富 变更好吃 是的 没错 好 待会回来 请若师傅教大家 我要再选一个 大家常常在家里会有的一些 简单的酱料 请若师傅教大家怎么拌 有个最奇怪的是 豆瓣酱是要怎么去拌面 因为豆瓣酱感觉是来炒回锅肉的 而且是要好像很多炒制要做的 可是豆瓣酱可以拿来拌面吗 待会来问一下 川卫达人落尽和若师傅 别走开 FM03中广流行网讲工厨房 我们回来了 在家里喜欢煮菜的人 喜欢吃辣的人 家里一定会有一罐豆瓣酱 甚至于是辣豆瓣酱 豆瓣酱怎么拿来拌面呢 因为通常都拿来炒回锅肉的 我们来问一下我们的川卫达人 若师傅 若敬汉若师傅 他最近出这首 快吃快拌面这本书 里面就有一个豆瓣酱 豆瓣酱肉拌面 这个怎么做呢 好很简单 其实一般的豆瓣酱 不管你家里有钢山 有豆油博的 有很多的面 很多的豆瓣都没关系 你只要两大匙的豆瓣 然后少许的绞肉 然后一点点的糖跟酱油跟醋 那要怎么炒呢 很简单 我们一定要加上一点蒜头 先把它炒香 加上一点 我先把它炒香之后 我们豆瓣酱一定要下锅 稍微把它炒成油亮色 变成油亮 豆瓣酱经过炒之后 它的辣度会减轻 我们加上我们一点点的水分 先把它稍微煮一下 它的酱味就会降下来 然后有的人喜欢吃绞肉的 你就加上一点绞肉 让它有一点点绞肉的香味 就好像类似你吃我们的麻婆豆腐 上面那一层绞肉是一样的 然后之后加上一点酱油 一点点的白醋 然后让它有个味道出来之后 这样子就会成为一个酱汁 那酱汁你就把白面煮好之后 你就放上一点点的葱花 然后一点点的小黄瓜 然后放在上面之后 可以吃起来之后 减轻它的辣味又变得更清爽更好吃 所以很简单 只要你看这本书 它有一个小秘结 当我们豆瓣酱炒过之后 它的辣味会减轻 是因为我们炒香之后 产生油红色的时候 它的辣味就会减轻 它这边小秘结都会告诉你 了解 这本书真的蛮特别 包括教大家怎么用 大家最近这个去囤货 都会抢一些肉酱罐头 这边也有教大家 如果只是把肉酱跟面拌在一起 那样其实吃就吃腻了 可是洛师傅在这本书 教大家怎么用这种 比如说广达香肉酱 然后你要配什么配料 要搭配这个面 这样吃起来又不会腻又好吃 而且叫出个名堂来 这真的蛮厉害的 或者说如果你家里 有卖这个维利杂酱的 拌的那个杂酱 维利杂酱 那你拿维利杂酱拌面 也有时候味道又太重了 洛师傅在这本书 有教大家 如果你有维利杂酱的杂酱 怎么样加一些配料 加什么菜 你跟什么样的面体来拌 才会最好吃 这也是洛师傅最拿手的 这本这个快吃快拌面 洛金和洛师傅也意想不到 在这个疫情期间 受惠给很多人 让大家家里只有面条 或者有一些常用的一些酱料 就可以变化出很好吃的 这个快拌面 谢谢洛金和洛师傅 希望这本书可以在这个时间 帮助到更多人可以大卖 好不好 谢谢我们洛师傅 我们讲公主帮 下载见 拜拜 洛师傅 拜拜